什麼叫做同學 我跟你講 欸 借一下 我們兩個這種叫做 這個同台 同台 同台 同台也可以叫同學 畢竟你是退檔 我是被開讀檔 叫做同學 但是重點來了 有一種關係叫做 你知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大概會變成這樣 不要再聊3Q了 我們兩個在合照 你放開一點 那感覺是不是叫不只是同學 是什麼 是好朋友 Good friend 我跟你講 這不是我說的 好朋友 其實我也怕被許老星告 重點來了 這個是小星自己說的 各位來看 大推逃跑的好朋友壽星 陳嘉義 哇塞 陳嘉義你幹嘛閒眼看我啊 我好想養一隻寶寶 寶寶丁 Good friend 真的是好朋友啦 那請問一下 在連連看的關係之下 這個檢察官會不會也是有問題呢 我原本其實在整個正文燦案件出來的第一時間 就有人把這位檢察官 這檢察官叫陳嘉義檢察官過去的一些事情 來爬書出來 可是對我而言我其實沒有必要去聊這個檢察官過去的所有事情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當鄭文燦第一時間被第一位法官裁定不用羈押的時候 Grace你應該有印象 藍軍開始說這個法官他爸爸是誰誰誰誰誰 那個誰誰誰誰誰 以前被鄭文燦照顧 所以這個法官才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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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玩連連看 想要暗示鄭文燦其實本來應該被壓起來的 只是這個法官是傻傻人所以放出去就沒想到第二次不同的法官 而且這個法官封品是連聯合都說他的封品很好的 這個法官既然二度認為沒有羈押必要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什麼 欸既然要連連看大家來連連看 昨天東森不知道為什麼忽然冒了這個新聞 下了這個標 陳辦檢察官陳嘉義是徐巧欣同學 欸真的假的 你說現在網路上資料都出來了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其實網路太愛玩連連看了 其實我本來也不想討論徐巧欣 但是因為第一時間就剛法官嘛 馬上就被別人說 你們是有關係怎麼不會去列為什麼 什麼他的爸爸是鄭文燦以前的誰誰誰誰誰 所以這個法官已經亂判 然後就說你看這個法院我跟你講法官都是民進黨管的 所以才能這樣嘛 對不對 所以網友都想說欸不對啊 我跟你講什麼叫做同學 我跟你講欸借一下 我們這種叫做什麼 我們兩個這種叫做這個同台 同台 同屁也可以叫同學 畢竟你是退黨我是被開阻擋門 叫做同學 但是重點來了 有一種關係叫做你知不知道 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大概會變成這樣 不要再聊3Q了 我們兩個在合照你放開一點 你已經有兩個人了 你又撩王大瑜 你又撩黃解像也要撩3Q 朋友都要解釋案情 然後這樣感覺是不是叫不只是同學 是什麼 是好朋友 你說同學歸同學的同學拍照是這樣子對不對 對 那你跟靠成這樣都不一樣囉 對 所以我跟你講這耳邊響起一首歌啊 叫做哪些年錯過的大瑜 哪些年錯過的愛情 我跟你講很有趣啊 不是不要亂講人家就是同學 沒有愛情 沒有 沒有我是不知道可能沒有齁 陳嘉義沒有在Net打工過 你怎麼會知道 我身為一個公正客觀的主持人 我要說他們只是同學 我們從我們現在摸索的證據來說 沒有同學無法證明 無法證明陳嘉義有潔癖好不好 那現在是這樣啦 我們完全就說這個友台的新聞可能是錯的 因為你要看 這個網友很認真的仔細發現 你要知道 其實這個叫做這個 Chris18 這個帳號其實本來就很有名 這許小新的PTT帳號啊 對啊 許小新本人的帳號啦 你知道這個很有趣 Cherish 珍惜 好 大家來看喔 這叫Cherish Cherish是誰 應該18 就是許小新的齁 那大家這很多網友都很熟知啊 那有趣的是什麼 欸各位 我告訴你 什麼是 什麼是叫做不只是朋友 我跟你講 同學 可能這樣都叫同學 重點喔 他們是 他們是 一個政治性 一個法律性 可是他們是同梯轉學考進政治大學的 而且同梯轉學考進政治大學 他們的定義叫什麼 good friend 我跟你講 這不是我說的 好朋友 其實我也怕被許老新告 重點來了 這個是小新自己說的 各位來看 大推逃跑的好朋友壽星 陳嘉義 哇塞 你看 而且我跟你講 他在留言 他說 陳嘉義 你幹嘛 省眼看我啊 我好想養一隻寶寶 寶寶叮 他們大學的時候就在PTT上推文來推文去了 對啊 青春浪漫嘛 很不錯欸 對 所以其實他們兩個確實是好朋友關係 然後就會有人說 欸 你看你們這些網軍 每次講話都無憑無懼 有種拿照片出來 有沒有 good friend 真的是好朋友啦 嘉義格好久不見 兩個老人超美活力 青春一去不復返欸 對啊 2013年許小新已經進國民黨了欸 所以網友就繼續說 欸那請問一下 在連連看的關係之下 這個檢察官會不會也是有問題呢 欸 這邊還有欸 2013另外一個國粉的聚會 蝴蝶哭哭了 他們這也是陳嘉義這許小新的欸 對 你看 就是很近嘛 我剛剛跟 我剛剛我們有示範啊 對不對 我跟3Q這樣很近嘛 所以絕對就不是這個是普通朋友 就是好朋友啦 對 好好好 Frior Sheer Grace的分秀 講那個鄭浩尼講 什麼叫補強證據 我引一個法條啦 齁 我先講 我說這個檢察官 我覺得你很有概念 你敢辦正午餐 你還敢收押他 但我覺得你的法學能力有待加強 什麼 我就是這樣直接挑戰你 這麼重 對 我說我舉一個條文嘛 刑事訴訟法156條 你有沒有唸過 你沒有講 被告共犯的自白 不能成為有罪判決的唯一標準 啊 剛剛鄭浩你講什麼 目前我們擁有確定就是什麼 就是共犯的自白 我外行人 我想說窩裡反有人自白就OK了 當然不是 如果這樣就OK 那我跟呂家愷說你貪污 那你就貪污 你就要被壓他 對喔 這叫笑話 所以法學是說被告的供詞 不能成為判斷的唯一標準 沒錯 而這個檢察官手上只有收押者的口供 沒錯 所以我才會說 我覺得你很有概念 你敢壓鄭文燦 但我覺得你法學素養 我挑戰你 是 因為條文你都沒有看嘛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補強 我就用條文 我就送你嘛 第二個 什麼叫摸索證據 對 什麼叫摸索證據 我先講 他是一個光譜 他在中間 他在右邊 大家一定認識 他叫自由證據 就自由證明 自由新證 法官如果今天看一看 我覺得怎樣就怎樣 我覺得你大概 我覺得李嘉凱帥就帥 對 帥就帥 雄大棒就壯 鄭浩看起來有貪污就貪污 我不用 不要再舉我力了 我就落選四次了 我沒有貪污的資格 你知道嗎 沒有貪污 就是這光譜的最右邊 叫自由證明 自由證據 那往中間推 叫摸索證據 你望文生意 什麼叫摸索 鑑於有跟沒有之間 對 就摸著石頭過河 對 你有一些 你有石頭 你有一些基本根基 那他根基就什麼 又回到同樣問題 就共犯自白 那我請問一下 共犯在一個非常強大的壓力 而且檢察官 就有可能壓你的狀況底下 他能夠不講出某些 他也不見得覺得正確的話嗎 對 這是有疑慮的 所以這一 而且你知道我們辦案實務技巧 常常會這樣 就是說他會講說 那個誰誰誰 剛剛已經認罪了 那你要不要認罪 糊弄他 糊弄嘛 對 我不是說 陳檢察官一定有這樣做 但我說這個是辦案技巧 很常見 所以這個叫摸索證據 這個叫光譜的中間 就是我摸著石頭過河 我有一些基本的根基 那這個叫摸索證據 那你就要壓人 這個是不可以接受 自由證據不可以接受 摸索證據不可以接受 你必須要回到最右邊 最右邊叫什麼 嚴格證據法則 等一下 法律上要採嚴格證據法則 沒錯 法律上就是要採嚴格證據法則 所以在本案你一定要什麼 第一個共犯自白 第二個 你有沒有什麼 他逃亡的可能性 比如說你最近可能發現 鄭文柴他藝妝 他在學習 買機票 對 他在買機票 他學藝妝術 剪頭髮 對 剪頭髮 或者說像之前施明德 為了要逃 他去拔牙齒 對 你有相關的證據 你才能說他要逃亡 接著他有沒有勾串共犯 比如說他最近有沒有跟其他相關的 這一些被壓的人或其他證人 有一些LINE對話 有些電話被監聽到 沒有嘛 你監聽到之後說什麼 他就那個其中一個共犯說 我要送五百萬立庇 那這個跟 這個跟 揣共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嘛 他的對象是跟他的老婆 他不是跟鄭文燦嘛 所以代表你根本沒有符合嚴格證據法則 你只有在摸索 所以法官直接就嗆你 甚至我覺得法官都要很客氣 你這個摸索證據 你講這個摸索證據 其實就跟他說你回去唸書 回去唸書 你習氏說法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 你又沒有唸 是 因為在我們律師看來 我們覺得這個是太誇張 怎麼會有人因為共犯自白 就把人家收押